台北市有让小货车满载的家具 昨天半夜经过了鱼缸店的门口 他没有注意到载货高度 结果呢 这把人家的遮雨棚给撞坏了 车上的三个人下来看看 装作没事就开走 巷子里这辆蓝色货车开过来 拍到他的街市画面突然抖了一下 接着车头翘起往左扑 却像被紧紧拉住 刚好在店面前落地 路是平的 怎会产生飞车特效 换个角度真相大白 满载货车要通过 前有遮雨棚的店面 以为人钻缝头过身就过 但差点断头 被硬生生拦下 车上三人傻眼 不过被撞店家更傻眼 受害店面是一家 鱼缸店位于万华的大理街 招式驾驶满车家具的情况下 猛撞遮雨棚 不知是因为使命必搭或心虚 再加剧照逃 东西有没有堆太高 违反限高规定 警方说不能凭监视滑面开单 只能以肇事未留现场开罚 最高罚三千元 我们在那很久了 货车很多比较高的 多少会去 可能会撞到屋檐 但是我们那边几十年了 最近那个货车可能进出 或者不认识路的太多了 台北市的周宇棚 类似顶楼家盖 1994年之前搭建 视为寄存为借 基本上不处理 1995年之后的一楼遮雨棚 如果近身小于90公分 低于楼层高度 同样只会拍照列管 本案情形属于寄存违建 市府会看后 要是认定妨碍交通 将优先爆拆 对于雨缸店来说 恐怕不止 遮雨棚被撞 还要被拆 记者刘松林薛学华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松林薛学华